竟然俊王坐起来 端正地说 夫人请说 你想守护六哥 还是六哥的天下 这两者还有区分 以前有 现在没有了 成交娘又说着 似乎才反应过来 出了口误 竟然俊王却是神情一案 现在的确已经没有区别了 要想守护六哥 就要守护他的天下 六哥没了天下 那就是没了幸 既然如此 你要怎么守护他的天下 在这金城里 困隆里 就能做到吗 竟然俊王抬头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走 成交娘没有回答他的话 方伯丛 你知道什么是天下吗 什么是天下 竟然俊王看着他 成交娘说 天下 天下 不是那个位置 而是 那个位置以外 你看到过天下吗 竟然俊王点点头 我看到过 他说着 微微一笑 那微微一笑 那微恶的大山 大大小小的城镇 积极而生的百姓 繁忙的街市 或贫瘠或肥沃的耕田 川流不息 交错纵横的江河 成交娘说 你看到了 但是 还没跳出去 你所谓的能力 不是守着一个人 而是要替这个人 守着天下 不用我说 你心里也是明白的 他这样的人登基 朝堂必然纷争不断 天下也必然动荡 你要做的 应该做的 是压住着天下的动荡 替他震慑萧小 替他安抚百姓 江山百姓安稳 这才是天下安稳 才是稳住他的江山 你要自己变得强大 这个强大 不是为了一个人强大 而是为了很多人 这个强大 要钱 要人 要能力 更要紧的是 要有施展的天地 京城 不是你的天地 顾先生等人进来时 天色才亮 屋子里 金安俊王已经在了 这么早 顾先生愣了下 锦公公低声说道 天不亮 已经来了 天不亮 顾先生挑挑眉 低声问道 又跟王妃 又跟王妃闹 闹逼扭了 哪里舍得 锦公公 撇撇嘴 这边 二人低语几句 看着 静安俊王 始终站在 屏风前不动 那里挂着一幅渔图 顾先生走过去 说道 定下 静安俊王 伸手指着一点 他问道 松平 是在这里吧 松平 顾先生愣了下 玄机 含笑点点头 他说 是 就是这个方位 静安俊王 便伸手在 于途上 照亮一下 从这里 到这里 他的手指 停在经常 微微笑 也不算很远啊 顾先生 眉头一跳 他说 有时候 远的不是距离 远的是机会 静安俊王 转过身 他说 准备准备 我们离开京城 离开 顾先生等人 惊讶地 看着静安俊王 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一大早就 把他们叫下来 还以为是 继续安排 进京的人呢 没想到 竟然是出京 静安俊王说 只是我出京城 那些人 还是要进来的 正因为我要走了 京城 才一定要留更多的人 而且是城房 要留足够的 要紧的人手 自来 城房是药物 就如同京城的咽喉 顾先生点点头 不过 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 井公公急道 不过 不过 为什么要走 不过 不过 他们会不会 放我们走 就说 这一走 路上可是 十分的凶险 离开京城 慢慢路途 遇上个意外 简直太稀松 平常了 静安俊王笑了笑 没有为什么 只是该走了 不是吗 阿姐 此年前 我们就该走了 可是 井公公皱眉 四年前 能走的时候不走 现在 想走 却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知道 静安俊王说着 目光 看过屋中的人 虽然迟了些 但也还算不晚 井公公要说什么 顾先生先开口了 他整容说道 不晚 那有什么晚不晚的 只要殿下想做 咱们就做就是了 可是 现在走 太危险了 顾先生 看向井公公 摇了摇头 错了 井公公 我们从来都很危险 既然都危险 也就没有什么 过去 曾经 现在的区别 井公公一愣 这时候 门外 有人急匆匆进来 去身失礼 殿下 殿下 高灵波 被罢处了 什么 屋中的人 皆是一惊 不过 前几 大家又冷静下来 高灵波 被赶出朝堂 一直在说 只不过 偏偏 次次都没有成功 顾先生 咒媒道 陈相公说的慢 他还有什么理由 要驱逐高灵波 以前 以外戚善权 现在呢 他自己都成了外戚了 来人 抬起头 说道 不是陈相公 是秦氏甲 秦氏甲 屋中的人 再次惊讶 来人接着说 而且用的是皇帝上誉 这一次 连静安巨王都露出惊讶 皇帝上誉 此时的高小官人 正大声地喊 在窝里挥舞着手 他娘弄胡说八道 信口开河 哪里来的皇帝上誉 睁眼说瞎话呢 皇帝要是能上誉 还轮到他们在朝堂上 惩得不休 一个幕僚 带了几分苦笑 说道 小官人 是起居住上所在 秦氏甲 拿出了皇帝的起居住 皇宫内 太后一把扯开帘子 喊道 起居住 算什么上誉 那不过是陛下的口头咸语 还有玩笑话 也有气话 怎么能当上誉 秦氏甲便如一尘 握着手中的几卷册子 玩笑话 陛下圣人 经口预言 不管是前朝后堂 尊从礼仪 从不宣笑谈 起居住 记载也绝非是什么口头咸语 娘娘这样说 置陛下于何处 他说吧 展开一卷 陛下曾亲口说出 带太子得定 高陵波当规矩 娘娘如果不信 臣就将起居路念一遍 娘娘以及大家都来听一听 看看陛下论朝中人士 是否是随意玩笑 开什么玩笑 朝臣们面色微变 谁知道还能念出什么 皇帝说哪个大臣的话来 好话也就罢了 坏话岂不是败坏了名赏 如今皇帝不醒 太子吃傻 太后又闹出几场笑话 做出无知妇人状 那骑士奖手里的起居住 相比起来 倒是最有分量的话了 死到有不死贫道 当下便有好几个朝臣站出来 赞同骑士奖的话 认为起居住不是戏言 更多人则选择了沉默 说道 太后气得瞪眼 说道 爱家不同意 全少在一旁端正而立 他拱了拱手 淡淡地说 既然太后不遵从陛下的旨意 那日后太后的旨意 中书门下也不能遵从 只能一改封还了 太后气劫 指着陈少 你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陈少神情目染 欺负人 谁不会呀 书房里 顾先生 面色依旧残留惊讶 他说 真是没想到啊 秦家 不是和高家 一世的吗 当初 出面阻拦成娇娘 来救治金安俊王的 就是秦家的十三郎 金公公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朝中如今有两个外妾了 太子的位置得以保证 秦家是更愿意看到一个根深的高家 还是一个被声明所缠附的陈家 屋中的人点点头 顾先生说 这朝堂之上哪有什么永恒的盟友 不过都是利益选择罢了 有人说 那这一次高灵波是非走不可了 这真是瞌睡一枕透 他要是走了 咱们要走就容易多了 说到这里 他的笑容呼得一顿 屋中的其他人也都点头露出笑意 是啊是啊 虽然高灵波不会走很久 但走一会儿就够我们用了 那既如此 大家就费心准备吧 金安俊王说着 站起身来 屋中的人 起身是礼相送 金安俊王离开 大家也都各自散去 金公公走在最后 和顾先生必将而行 他说 我告诉你 殿下突然提出说 离开京城 肯定是王妃的意思 顾先生猛地停下脚 问道 你听到了 他的反应这样大 倒是把金公公吓了一跳 你已经一诈地干什么 我猜的 哦 要不然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起要走了 金公公也继续迈步 一面叙叙叨叨 殿下多舍不得太子 你我再清楚不过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走 肯定是看到王妃去陈家闹 不想她看着陈家的女儿出嫁伤心 干脆眼不见心不烦 走了算了 顾先生笑 顾先生笑了 顾先生又停下脚步 他说 那王妃的运气还真不错呢 高家的书房里 却发出一声大笑 高凌波派着急暗笑道 那前世讲的运气还不错呢 竟然能从起机助理找的话来充当赏狱 高小官人等人可笑不出来 一个幕僚说 断章取义 大人 这一定是断章取义 另一个幕僚说 是啊 只可惜当时朝堂上没人让他念出起居路 高小官人一面站起身子 一面横横地说 这就是父亲你不在朝堂的结果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们如愿 做事要顺势而为 高凌波笑了笑 握着手里的茶碗 屋中的人正 高小官人经问道 父亲 那你的意思是真的要走 当然要走 我不走 怎么让陈相公展露锋芒呢 屋子里的人对视一眼 高凌波说 这不算什么大事 我早就说过 不走 好 走 也不一定不好 现在走 也不说以后 就回不来了 可是被人这样赶走 实在是不愤 娘的姓秦的 竟然在背后 托我们一刀 能捅人 也要能承受被人捅嘛 让人家出口气 免得狗鸡跳墙 现在最要紧的是 太子打昏 太后稳住位置 还有太子的血脉 太子的血脉能够延续 他的话说完 门外有人急匆匆进来了 那人跪地说道 大人 太后娘娘传话来 太子能兴防了 此言一出 屋子里的人都惊喜地站起来 高凌波 难掩激动地问道 当真 是 亲这问去 好好 就知道我高家的运气 不会太坏 孩子宫里的人选 要精心地挑好 是 幕僚们忙硬着事 高凌波难掩激动 来回走了两步 看来明年就能内善了 走走 现在就走 现在走了 明年就能回来 参加太子登基大典了 说吧 一甩袖子 被车 进宫 娘娘 娘娘 太子宫里有人试寝啊 这次是真的 落红了吗 安妃急慌慌地喊着 皇后放下手里的汤丸 亲手擦拭了皇帝的脊脚 转头皱眉看她一眼 安妃对她连连点头 示意自己没说假话 皇后问道 你亲眼看见了 安妃扯扯嘴角 善善的 那种东西 我哪里看得到啊 不过是真的 这种事 太后可不会瞒着 恨不得 把那宫女的落红 昭示天下呢 皇后不失笑了 摇摇头 造孽呢 此时的太后宫里 内室捧着一个盒子 正展开一雾 到高陵波面前 太后 没开眼笑的 伸手指着 你看看 你看看 高陵波笑了 做样子看了眼 她说 不用看 不用看 本来就会的 太医都说了 太子出了损了心智 别的都正常 阿弥陀佛 太后 和手念了声佛 高陵波接着说 这样 我回去也安心了 听到这话 太后因为太子能行房 而来的欢喜对消 想起自己气得几乎吐血的事来了 娘娘少安五躁 高陵波制止了太后的劝说 认真地解释一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